平林区的文山包种茶已经火热上市 因此平林区公所特别制作了影片 教民众DIY包种茶水果茶粽 只要几种材料就能够轻松完成 水果茶粽酸酸甜甜的好滋味相当消暑 详细的内容可以上赏平林YouTube频道观看 最近平林地区的文山包种茶先先上市 为了行销在地好滋味 平林区公所特别制作的影片教民众DIY水果茶粽 材料包括了糖粉吉利丁水果 另外还有灵魂煮饺包种茶 做法也不难 首先要将各类水果切成丁 接着把水果丁分别装入塑胶袋中备用 再来就是准备包种茶汤 将茶叶倒入热水中静置 然后过滤茶叶并且重新加热 再倒入糖粉与吉利丁充分搅拌至融化 冷冷却后倒入装有水果丁的塑胶袋中 等到凝固放入冰箱就完成咯 究竟这水果茶粽的味道如何呢 相信不用多说大家已经了解 而想要了解详细的制作方式 只要上赏平林YouTube频道就可以观看 另外平林区公所也推荐大家可以到平林山区走走 包括山外山有机生态茶园 有利用有机茶特制的小茶粽 南山寺的飞碟茶园则能够欣赏到云海 不想人挤人可以选择到平林喝好茶赏美景 记者是明正门奇频林采访报道